是否屬於無求的階段就會瀟灑呢 那我未至於 施主真是還有事求的 我有求的 Salute to Dear Leslie 這個項目就是為歌迷會籌盤 亦都很知道機制的心意 其實機制最想學習哥哥張國榮的一件事 你會選擇什麼 我會向他學習瀟灑 我想無論他一言一行 應該是整體一個人的感覺 我不是想說某件事 他在做某件事 我覺得是整個人 整個氣場 他瀟灑就在臉上寫著了 瀟灑是一種能夠放得很鬆 去生活的一個感覺 例如沒什麼包袱 哪怕一些說話很瀟灑 或者一個轉身也會瀟灑 我入行到現在 最初最初是緊張 然後慢慢累積一些成績 有包袱 現在慢慢做的日子久了 慢慢地學習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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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屬於無求的階段就會瀟灑 那我未至於 師主 真的還有東西要求 我有求 你求什麼 例如我要做點事 始終都是我一向的性格 我淹沾 有時做點事會淹沾果龍 例如做這支碟也是 這支碟一定要認真 但慢慢地學會很多 哪怕做事 或者整個人去看待一些事情 都放得鬆